我觉得大家基本上就布阵打击 打击分好几波 我觉得前天的火箭军的设计 应该是第一波 我觉得台湾的挑战就是说 第一波你能够阻挡到多少 就是说第一波 大陆的第一波的火箭攻击 攻击完以后 台湾的有生战力还剩下多少 因为它第一波打的就是 第一个硬雷达战 你雷达能够存活多少 要打你的飞弹基地 你飞弹基地能够存活多少 再打你的空军基地 空军基地的跑道还能够存多少 然后打你的海港 所以这四个对象打完以后 你有生战力还剩下多少 那你现在你能防范中国大陆 就是说从远去的这种 这种火箭炮或者导弹的打击 因为那个E-6火箭炮的话 事实上是350公里 而且它的那个精准度是10米落差 那那种火箭炮事实上的话 那也是精准制导的 你能够拦截吗 这是一个问题 因为你的爱国者 我们现在就680几枚 你如果两枚打一颗的话 你是拦截导弹的 你还是拦截 火箭炮拦截不到的 那你要拦截中国大陆的 这个所谓的战斗机也好 轰炸机也好的话 那是在第二波 他第一波先把你的 先把你的那个雷达战统打完了 请问你的 我们的这个整个的 这个所谓的飞弹防御系统 还有多少战力 就是说你有什么办法 可以存活这个 而且第一波这个飞弹来讲的话 可能就超半个钟头之内 第一波的话 两千发嘛 对不对 那你还剩下多少 对而且都是精准的 他不是漫无目遥的打 他这一次那个 环球时报还说 还包括 民进党的重要政治设施 他也会说你这些点 那现在精准打击的话 他讲台独 台独的 他说台独重要场所 重要场所 那他是很精准的 对 而且可以夜间攻击 你在睡觉的时候 他已经把你都摧毁了 那你第二波还剩什么 那剩下来就变成就是说 他第二波的空军的话 用空对地空对海 在扫荡的话 你还剩下多少 所以我是觉得 对于中国大陆 他今天已经和盘拖出了 我的攻台计划就这样 你们看着办 我也没什么秘密 我第一波就是飞弹 把你的这个军事基地 军事设施几乎都给你毁掉 你还有什么有声战力 那你剩下来就是什么 就是靠什么 就靠AK47吗 就靠那个火山布雷系统吗 对 那就很麻烦了 因为中国大陆解放军 他们曾经讲过很多次 没有取得制空 完全制空制海的时候 它的地面部队不出洞 那一定是把你的 你的制空制海完全拿到 然后它地面就出洞 那请问一下 那我们的空军如果说我们的这个空军机场跑道被炸掉以后 你飞机怎么起飞啊 对 就别想了 直接瘫痪 对啊 你就直接瘫痪了 那我们西海岸的几个机场的话 事实上都是直接可以被打击到 那你现在东海岸 比如说花莲基地的话 那现在从这个 从这个山东号 它的歼15的话 也很快 甚至从这个052D 它有64个垂直发现 它这个舰对陆的这个飞弹 它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机场 东岸的飞机场都打掉 那我们怎么办 所以今天中央大陆这个整个的它的战法 已经摆明了 放在那边就明着打了 明着打的话 那请问一下我们邱国正 它有什么对策 因为事实上的话 你发射基本上是进入你的领空 领海领空 所以你这个反舰飞弹 如果它没有进入到 你塞在领海领空的话 事实上的话 在国际上是不允许的 24海里的那个临街区 你只有行政管辖权 你没有绝对的主权 所以就变成就是说 当然了 这些所谓的舰队 这个地对舰飞弹 导弹我们是很多 可是我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这个第一波的中国大陆的 所谓的火箭军的 它打击对象就是这些 它打击对象就是这些 地对空导弹 对不对 还有爱国者飞弹的基地 对不对 它第一波就是说你第一波 你能够存活的几率有多少 因为精准打击的话 这些都是 它都是很多是固定的 那除非你把它藏到山洞里面 或者如何如何的 我就不晓得了 就是说它第一波 一定是要把你的这些飞弹都打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些它本身的它一个 一个所谓的一个单位的话 它事实上有自己独立的 这个所谓的雷达系统 那你这个雷达系统 是不是会被摧毁 也就是说 中国大陆现在精准导弹的攻击 就是打你这些 那它不会给你机会 在第二波它的军舰 然后让你去打它的军舰 因为它第一波就要把你 这些通通消灭 欧洲人跟美国人有很大不同 第一个欧洲人的历史观很完整 他们很多事情看了 从历史上看问题 第二个呢 他们本身 他历史的经验 还有现在经验 他们都面临很多 所谓的分离主义的挑战 法国你不要看 法国分离主义一大堆 法国这个布列塔尼 布列塔尼有分离主义 南方的巴斯克有分离主义 然后在那个科西加有分离主义 然后在那个 在这个大西地有分离主义 所以欧洲这些国家 它都不太 对于分离主义 它基本上 他们的态度都是很保守 西班牙一样 西班牙有巴斯克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 这个就是 巴塞隆纳 这个就是 巴塞隆纳 巴塞隆纳 所以他们都有这些问题 所以他们看台湾问题 他认为是中国的 里面内部一个分离主义 所以他们对这些分离主义 他们是态度是很保留的 跟美国完全不一样 美国这个国家 事实上还没有遭遇到 分离主义的困扰 因为这个国家很年轻 他们只遭遇到一次 就靠一场战争把它打平了 那欧洲人对这个 他们看法是很复杂的 然后他对历史也非常清楚 其实我那个时候在欧洲的时候 有几个欧洲的朋友 我们就跟他 他讲台湾的问题 我跟他讲了以后 他就说我懂了 你们就是因为对立到最后 你们都忘记 你们当初为什么要对立了 这个在欧洲历史 在人类历史常常有 所以我觉得马克宏这一次 他是完全的体现了 戴高乐主义的精髓 戴高乐主义 最简单的解释 就是法国要在所有的 重要的世界事物上 表达自己独特 而且独立的见解 所以他绝对不随波逐流的 重要问题上 他都要提出他自己 这就是戴高乐主义 然后法国要作为世界的一级 那事实上法国是有这个实力 虽然经济上 他只有2.9兆 他比英国少 他比德国少 可是呢 第一个他没有 他没有美国驻军 他完全不受美军控制 第二个他有自己独特的 独立的军工体系 他的幻象 他的拉法业 他的飞弹导弹 都是自己独特的军工系 而且精良度不亚于美国 第二第三个他有核武 第四个他有完整的工业体系 他的航太能源核能 汽车电动车都是非常先进的 法国有一个叫 龙河谷地 是他的高科技的聚集机 那个科技水准是非常高的 那个所以法国是有实力的 另外一个 他是联合国的武藏 在联合国里面相优否决权 所以法国是不会认为 他今天要听谁的 尤其美国人要在他面前 装他的老大 他们是反对的 所以我觉得这次马克宏 基本上是完全在这一个 目前这个国际事情发展 这个桀骨也好 他把他自己本身完全放飞 把法国的路线全部找出来 那跟中国大陆这种是一种 事实上我看那个51点 联合声明 根本就战略同盟 那是非常深的战略同盟 而且里面几乎有20点 讲的是什么 讲的是国际议题的合作 这都是在国际组织下讨论的 比如说气候变化 比如说生物多样性 比如说国际金融市场 然后呢美元的问题 全部都在里面 都跟中国大陆都有共同立场 所以我是觉得 马克宏这次去中国大陆 那个是已经规划很久了 那台湾问题对马克宏来讲 他讲的最清楚了 这个事情跟我无关 我也不想射进去 那对欧洲射进去 他觉得没有什么 对欧洲没有什么利益 没有什么好处 没什么好处 都不要跟着美国走 所以就是说 我觉得马克宏基本上 我觉得他这次去中国大陆 走这么一招 对美国来讲的话 那是一个大的一个警讯 因为这是代表西方 最不愿意见到的 里面一个重要成员 在重要立场上 跟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 几乎是完全割出 完全是完全割出来 也就是法国代表一个新的 一个世界观 尤其怎么看中国大陆 那中国大陆 他完全是跟美国看中国的看法 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部分我觉得 就会让美国非常的头痛 可是呢 法国马克宏 最最大问题是 他有他国内很强的支持 他国内绝对支持马克宏 他都算好了 因为法国人 法兰西文明的话 基本上 是一个很骄傲的文明 而且到到现在的话 他们还认为 他们是世界主要的 重大重要民族之一 法兰西民族跟 安格勒萨克森 法国人常常讲说 你知道英文所有的抽象的 这个字眼 80%都是从法文来的 英国以前连政府都没有 政府从哪里来的 法文 那个 这些所有抽象字眼的词汇 通通是英文里面 通通是法国来的 所以法国事实上 文化优越感 还有他的文化先进性 也超过你们这些安格勒萨克森 所以只是让这些安格勒萨克森 在过去一百年 尤其英国以后靠美国 让法国萌成 那现在这个情况之下 法兰西 还是要找回他过去的光荣 那这个 马克宏不是他一个人的想法 所有法兰西民族都这样想 那个拜登他是爱尔兰仪的 天主教 所以他会去 会去北爱尔兰 那 当然了就是说 英国跟美国基本上是 是所谓的特殊关系 英国在二次大战以后 就基本上美国要做什么 他无意不心 美国要出兵 英国绝对跟着走 那就是说两个就是说 等于是这个铁哥 那我觉得就是说 他们现在应该在讨论的 还是这个安格勒萨克森这个民族 这个他们所创造的这个 从英国大英帝国开始创造这个世界的秩序 现在面临严重的威胁 那他们预政乏力 现在这个法兰西民族又开始 就造反了 造反了法兰西 然后德意志的话还不行 因为德意志的话 还有三万五千部队压在他那个地方 所以德意志还不敢弄 那不过就是说 如果美国失去欧洲的话 美国的霸权是垮一半 那现在如果有人带头 要像这一次这个 这个马克宏这种讲法来讲的话 几乎过去二十年 没有一个欧洲领袖这样讲 讲得非常的露骨 欧洲人搞这个欧盟 基本上是什么 他就是要跟美国分庭抗礼的 他就觉得 我这个就是说 你美国这个国家 你看看 你这个新起 我们欧洲比你们 哪点不如你美国 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 我们彼此互相传上 所以欧盟的 基本上的这个 起心动念 就是要跟美国分庭抗礼 所以欧洲一直要跟美国分庭抗礼 尤其大陆欧洲 那可是这一次 最明显的就是俄乌战争 把欧盟几乎打残了 然后剩下来的话 美国这个北约 原来脑死的北约 现在回来了 那所以马克宏他们这种 事实上他们这种 欧洲本位的这种思考 这种领导人 他们事实上是在找一条出路 我觉得这次去中国大陆 是一个高度战略的思考 非常高度战略思考 那么也可以说 我觉得国际秩序 那么就是说 全球的国际秩序 这次马克宏他带动了 一个新的方向 他的这个到中国大陆 这次访问 整个看下来 他这个成果跟他的影响 不亚于习近平到莫斯科 我认为 那这影响非常大 所以你看美国真的是抓狂 美国对马克宏金的 真的会骂死他了 可是呢 法国事实上 我觉得他还会继续走 那么在欧盟里面 他以地理来分的话 他有这个中东欧 中东欧应该是德国的地盘 可是东欧对德国并不服气 他只是经济上 臣服于德国 政治上不臣服于德国 可是这个Mediterranean 地中海欧洲 基本上他们有 他们自己的立场 比如说啦 西班牙 希腊 法国 意大利 这个地中海欧洲 不要小戏 法国如果起来带头的话 他在欧盟里面 是有非常大的影响力 还有一个 Scandinavian欧洲 就是北欧的欧洲 这些人在欧洲人里面 他们都很讨厌 因为这Scandinavian 给整个欧洲人感觉 他们是自以为是的 一种 一种自大跟骄傲 他们都认为自己的制度 自己的文明 是优于其他欧洲的 所以你不要看欧洲人里面 事实上他也分了好几块 那整个来讲 我觉得就是说 法国今天带动的这块 你看这个明年开始 今年下半年 又西班牙做这个 轮子主席国 所以我觉得这个 Mediterranean欧洲 就是说地中海欧洲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到半年到一年之间 我觉得他们还会对整体的国际秩序 还会做很多的一些震撼写作法 我觉得马克宏回去以后 基本上下一步应该就是俄乌战争 他就是跟中国大陆把这关系搞定 下一步就是俄乌战争 所以俄乌战争我觉得 马克宏这次去中国大陆以后 跟习近平一定有很多很深入讨论 可是没有公诸一试 可是等马克宏回到欧洲以后 他在欧盟内部 那么如果跟萧茲 如果跟这个西班牙 还有这些比较组合派的 能够取得一致的立场的话 我觉得欧洲会 跟中国大陆一起联手 把俄乌战争 先把它搞停火 海黄XO干贝酱 这款干贝酱里面真材实料 比方说它有严选的大干贝 那么另外在这个里面 你还可以吃得到 这一颗一颗的鲍鱼 非常非常的新鲜 而且肥美 欢迎大家可以利用我的 CTI 798的代码来上网代购